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的手機呢大小小 現在最大好像是到6.5、6.8吋嘛 由於我們那個手機在用的穩定器呢 它可以調整的範圍大多數都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它可以調整範圍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們遇到像這種比較大型的手機 那在平衡上面無法調整過來的時候呢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靠這一個平衡配重 那我來示範一下 如果發現我們已經平衡調整不過來傾斜的很嚴重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個手機的配重 那它主要都是調整在你的它的這個磁閉上面 那適用於大多數的手機穩定器 那它上面有砝碼一共有附了 四顆小砝碼 那每顆砝碼是10克 所以它總共有40克 那基本上它原先的這一個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配重 所以當如果你有遇到 然後就是配重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黑色這個來設定 你可以先發現如果假設是這種狀況 發現裝了這個不夠 那我們就是慢慢再把配重塊再把它裝上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現在配重裝上來之後 它平衡性就會越來越好 不好意思 掉了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只有裝了 三顆 那它原來配重是很傾斜的 那現在它就是比較平衡過來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對你原來穩定器的一些馬達的出力 電力上面 它會對來說會比較 就是負擔會比較輕一點 那你電池使用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這時候你就再開機 它就可以使用了 它就不會我們在一些操作上面 就對你的穩定器造成一些負荷 那適用於大多數 比如說像DJI啦 智雲啦 或是其他品牌 或是甚至 謝時自己代理的AFI的品牌 這個都可以使用 那你們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如果說你們有在配重上面有這個困擾的話 也可以另外再加這個小配重